2018年国内一档很火的相亲节目 来了一位身价57亿的富豪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能惹怒全场女嘉宾的男人了 男嘉宾帅气的颜值让全场的女嘉宾们都犯了花痴 俊俏的外形加上气质就知道一定是富家子弟了 有的女嘉宾希望能得到男嘉宾的关注便当场表白了 有的女嘉宾却在直接爆灯 这么高的颜值也是受到24位女嘉宾的期待 这种大满贯也是当时从没出现过的情况 开头是很完美的 但是后面会不会如此顺利呢 在播放第一条短视频的时候 24盏灯瞬间就灭了一半 就连刚刚表白的女嘉宾也是很生气的把灯给灭了 原来男嘉宾说自己的梦想就是 带着女朋友周游世界 他希望能在马尔代夫度假 去世界上最高的迪拜塔喝咖啡 到法国吃最好的牛排 然后开着房车去云南大理 最后可以在丽江开一家小酒馆 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应该是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生活吧 谁都希望过上像童话故事里公主那样的生活 但是接下来介绍便毁灭了女嘉宾们的梦 甚至让一大半女嘉宾都灭灯 男嘉宾介绍道 我目前在一家企业做前台招待 每月三千左右的收入 现在也是没有买房买车和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是一名工人 母亲腿脚不便 无业在家 现在经济也不好 信用卡还有几万的欠款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找到女朋友 希望以后能够两个人共同努力去创造幸福生活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高 我不要求她有多漂亮 只希望她能跟着我 好好地过日子 在家相夫教子 并且能够支持自己的事业 这话一出 也是让原本充满好感的女嘉宾瞬间变脸 其中一位女嘉宾说的 男嘉宾啊 你现在还在吃奶吗 想法怎么那么幼稚啊 你知道现在房车要多少钱吗 就你现在的经济水平和工资啊 怕是不吃不喝 十年也买不起啊 更别说去马尔代夫了 你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竟然还能铁着脸来这里相亲 畅商气氛呢 也是变得很奇妙了 又有一部分女嘉宾灭灭灯了 这时候主持人出面 打断了这种尴尬的气氛 男嘉宾刚才说的也只是梦想 你也要给他实现梦想的时间呢 还没等主持人把话说完呢 因为女嘉宾打断了 男嘉宾啊 你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忽悠女嘉宾跟你牵手 我感觉这是欺骗的 果然应了那句话啊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男嘉宾也是很不服气的回头 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有梦想啊 我也会为我的梦想奋斗的 你为什么说我欺骗你呢 不是贫你的钱了吗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这是一位女嘉宾看不下去的说的 你好男嘉宾啊 你是有什么一技之长吗 是什么让你这么敢想呢 要家庭背景没有 要家产没有 要能力没有 要学历没有 你是知可爱多长大的吗 怎么会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要总是大谈梦想 却不付出行动啊 男嘉宾也是好言好语的回答道 你说了这些啊 也没有错 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这人嘛 都是要有梦想的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况且 我现在也不是普通公司的前台招待 我好歹也是在500强企业工作的 每天都能遇到很多大老板 我也会多跟他们聊天的 从他们那里啊 取取经 总结一下成功的秘诀 你以为我每天做的只是端茶倒水的工作吗 那你的格局也太小了 这是另一位女嘉宾说的 你好男嘉宾啊 我们先抛开你的工作不说啊 就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吧 你说你的父亲是公人 你的母亲有腿脚步灵便 那岂不是说 要有人在家照顾吗 难道你今天来这里找女朋友 就是为了让她跟你回家照顾你的母亲吗 你觉得你今天能从这里带走女嘉宾跟你回家吗 不要以为你长得帅 就想迷惑我们跟你回家 毕竟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啊 男嘉宾回应道 这是因为我知道长得好 并不能解决生活问题 所以我找女朋友也不需要多漂亮 毕竟花瓶啊 只能看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还没等男嘉宾说完呢 另一位女嘉宾说道 男嘉宾啊 你刚才说你现在还没车没房 那么你有没有买房买车的打算呢 那如果以后买房了 你会把父母带在身边吗 看你这个样子啊 买房可能要等到下辈子了吧 男嘉宾听到这话也是气不打一出来啊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呢 女嘉宾高傲地说道 我是在某房地产售楼部的经理 每天都是和大老板谈交易的 运气好的话呀 每个月都能卖出去至少两套房子 赚的提成啊 都是你一年的工资了 有时候还能遇到大方的老板 还会带着我去吃大餐 帮我介绍客户 男嘉宾也是很淡定地说 女嘉宾啊 你只知道跟着人家去吃饭 还庆幸大老板 给你介绍客户 你都不想想人家为什么会这么做 肯定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呀 现在的社会都是无理不洗澡的 哪有那么多好事都让你遇到了 女嘉宾也是很生气地回答 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坏呀 你要知道 还是好人多的呀 不要把你的龌龊的想法 强加到别人身上 确实因为看起来很善良的女嘉宾啊 出面打断的 男嘉宾你好 看你这么好的形象 在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追吧 那为什么还会来到这里相亲呢 难道没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 还是说你养不起他们呀 那你今天来到这里 你觉得你能养得起哪一个呢 男嘉宾立马回答道 他是顿顿吃鲍鱼龙虾吗 还是天天吃野魔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真养不起 难道现在出生在城市里的人 都这么了不起了吗 为什么都看不上农村人呢 既然都这么看不上我 那为什么不去找个富二代呢 还在这里跟我废话什么呀 女嘉宾听到这话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此时一位女嘉宾说的 你这样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咯 就你那每月三千的工资啊 还不够我买一套化妆品了呢 男嘉宾也是一脸惊讶地说的 真不知道这位女嘉宾是什么做的 一个月又能挣多少钱 才能养得起自己啊 女嘉宾也是很自豪地说的 现在哪有女孩子是自己买的呀 什么包包口红化妆品这些啊 都是男生送的呀 毕竟有些东西啊 他们自己也要用啊 如果跟着你啊 我想一年到头 也不会看到包包的影子吧 男嘉宾立马归道 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名牌包 我可以肯定的是 我绝对不会给你买的 此时台上也是没有一位女嘉宾留灯的 男嘉宾很诚恳地说的 我做的工作是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这也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环节 既然你们都看不上我 我也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 其实我在几年前啊 已经成功了 现在也是身价57亿的老板 说完便潇洒地离开舞台了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